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高雄凌凉堂 是不是一间教会 学下化的教会 阿们 是的 我们非常看重门徒的训练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门训课程 包括这两天 昨天到今天 我们都有经历神的迎会 有一百多位的弟兄姊妹接受装备 你打开周报 还有很多的特惠 来装备我们 施灵粮 得生命的供应 我们的教会 也是非常看重牧养 其实整个的小组就是牧养的系统 牧养 步道 所以我们要做BASIC 我们是一个宣教 我们有一个国度的看见 我们是一个牧养 步道 宣教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也是非常看重 每天的灵粮的得着 所以我们按着每天的灵修进度 我们是同步的 不单单透过讲台的信息 透过你每天的成根灵修 透过小组的分享 整个一环 扣一环 三环 整个的连接在一起 我们有根 有基的建造 按着我们的灵修进度 大概你五年 就整个圣经是不单单是速读而已 是有根有基地毯式的一个吸收消化 这是很棒的 一个我们一起在神话语上来追求 来吃灵粮的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牧养的方式 按着我们教会的每日的连接近度 我们到了约翰福音 讲到约翰福音 我一定要先跟弟兄姐妹讲 跟我们灵粮堂 非常的有渊源 因为我们的最早的创办人 赵世光牧师 就是读了约翰福音 尤其在第六章 弟兄姐妹可以早早看 在第六章里面 灵这个字怎么来的 梁这个字怎么来的 都有经文的根据 如果你找到了 你抢到前三名 你来跟我讲 我送你小礼物 是有的 有根据的 当时赵牧师开始的灵粮堂 是全华人教会界第一间 不单单是一个教会 牧养的教会 它同时间是一个拆会 跟我们今天教会一模一样 因为有那个根基在 当时他在香港 就一年五十几天 布道会陪灵会 天天满场 五十多天啊 而他领受的异象 走向南洋 因为当时还没有南岛的 这样一个学术的 一个看见 今天我们发现 极可能台湾 就是南岛的原乡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南岛的地图 哇 一直到复活节岛 到马达加斯加岛 一直到夏威夷 到整个的 整个的涵盖 是南岛的区域 同感一灵 当时感动了赵牧师 到了周神柱牧师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布局 整个国度化 接下来我们高雄宁良堂 在洛牧师师母 整个的带领 及感动的当中 我们要一个不得了的 一个发展 迎接神国度的降临 所以感谢主 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当中 今天我们按的进度 我们要一起来攻读 第七章 三十七到四十三节 那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弟兄来读 单数节 姐妹来读双数节 我们请弟兄请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 试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 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 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我们再来一起 攻读第二处经文 也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六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 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到 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个 很深 很严肃的一个 领受跟看见 这卷书带动了 整个西罗文化 福音化的翻转 希腊 罗马 当时有他们的 传统宗教 有他们的传统哲学 有他们的一些想法 福音进来了 虽然有了马太 马可路加约翰都讲到耶稣 说到耶稣生平 但是在面对 西罗文化 整个的冲击当中 怎么去得着 当时的一个学术精英 得到 在那个当中成为 一个文化的核心 在三卷书写完之后的几十年 老约翰写下了 约翰福音 太初有道 那个道 奠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根基 使整个的西罗文化 基督化 福音化 奠定了今天 当代文明的基础 所以人家说 西方文明 它的根基 就是基督信仰 而基督信仰 拉进去 最早影响 整个基壮 产生的结果 是 约翰福音 当然还有罗马书 但是在耶稣生平的当中 约翰福音 有着一个 不可磨灭的地位 因着上帝的引导 圣灵的感动 特别的启示 透过老约翰 将西罗文化里面 哲学界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字 做了信仰的转化 Logos Logos 他告诉我们 就是逻辑 其实更广义的讲 它就是理性的基础 因为在希腊人的哲学 他们的观念的里面 他说 人之所以站立 有理性 理性在脑袋里面 理性 所以是居于上面 还有情感 所以理性 要来管理他的情感 而他的欲望 是在他的腰部 所以呢 成为一个人 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 最高境界 是理性 管理情感 来控制他的欲望 但是理性 理性是不可捉摸的 而且是常常是相对的 当老约翰 把那个Logos 推到一个更高峰的时候 不得了 在上帝的特别启示之下 赋予了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直指耶稣基督 直指上帝 因为在希腊文化里面 不会有这种概念 一般启示 不会领受到 特别启示的认识 所以约翰福音 太初有道 哇 整个天地间 就维之正大 影响了整个的 等于说 今天的欧美文化 奠定了文明的基础 当圣经从 希腊文化 从当时的一个翻译之后 在地本土化之后 马丁路德改造一个 很重要的根基 是圣经在地化 所以我们可以用 中文来读圣经 在那个年代 你要读七十四译本 那只有那些教室读得懂 一般的弟兄姐妹 是听不懂的都是拉丁文 当中文圣经 何和本在翻译的时候 当时很重要的宣教师 宣善牧师 宣善博士 一生为生中国 就是翻译圣经 他把它翻成 太初有道 因为中国人对那个道 有一个特殊的情感 有些宣教师写 太初有言 语言的言 太初有话 都是对的 英文叫大写的 我耳的 对不对 但都不能够 打入到信仰的最核心 当他翻译成 太初有道的时候 产生了跟我们文化的对话 而且上帝在 特别的启示里面 赋予了 因为华人是不认识 这位真神的 所以我们的文化 不会发展出对真神的认识 隐隐约约 魔活活活那一位 是有的 那是一般启示的部分 是不能够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偏差 于是上帝在透过 这个翻译的过程 赋予了道的 一个不得了的升华提升 准确的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为这本福音书 为我们今天的圣经 是献上感恩的 在我个人的领受里面 圣经66卷 都非常重要 但是旧约的传道书 因为他讲空 讲空讲的最好的 不是佛经 讲空讲的最准确的是圣经 哇 你说真的吗 是 所以你传道书好好读 空的最高境界 我们的民间宗教传统 说是涅槃 但是圣经告诉你 那是人犯罪的结果 叫做虚空 虚空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无心事 所以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跟我们的同胞 古肉相亲 传福音 民间宗教 一个对话的一个窗口 让人家认识 直到日光之上 原来是上帝 到了新约 就看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道 可以跟我们文化最核心 来对话 有时候我会感看 我们都在读书的时候 你只要读到大专以上 你一定会读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里面 你会发现有奴家 道家 法家 然后你会发现 还有佛家 佛家也成为 佛教也成为 我们的华人文化 但是你读不到基督教 我们如何打入到 文化的核心 很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两本书 成为我们华人文化的 步道手册 一个传道书 约翰 还有约翰福音的道 一个空 一个道 当然66节 都有它的重要性 今天因为我们 进入到 约翰福音的传讲 尤其在这一章中 非常的有意识 我记得我上一次 在祝蓬节主日的时候 也讲到 刚好我也用这一段 看到今天的进入 又是这一段 我想说 要不要用别的经文 想一想 这一章很能讲的 所以我就从 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想 耶稣是谁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 打一场属灵的争战 传福音的时候 对方总是有 民间宗教的背景 总是有 时代的流行趋势 总是有 他的哲学观念 总是有 他的文化的 一个呈现 其实他就是 一个机壮 就是一个 征战的过程 只有奉主的名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改变着他的心 不是人 来选择 要信耶稣 而是神的灵 在恩典当中 做的拣选 只要承认 自己在虚空的状态 承认自己 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认识真神 所以华人 期待天人合一 找不到的 透过基督 就天人合一了 所以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个人认为 就是天人合一 如果用文化的翻译的话 所以感谢主 在今天 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认识基督 我们也不能从 自己的经验法则 从自己的理性的推论 或者是 一些学术的研究 所以我们说 那再来的 其实华人观念里面 是有救世主的观念 别的宗教都有的 尤其一贯道 他会告诉你 几 多少年就有圣人出 对不对 儒家思想也是有的 但是怎样子 把他拨乱反正 把他导正回来 对准基督 所以一般 特别启示里面 神的恩典 何等的重要 但我们不能靠 自己 一己之的一个认定 常常就以偏概全 不小心 我们就会变成极端 变成异端 甚至变成异教 所以我们必须在 圣经的 神的圣灵的光照 影响当中 准确的来认识基督是谁 认识基督 从电影吗 从小说吗 从报章杂志 电视参考书吗 也许都会抓到一些影子 但都不够准确 最准确的就是读经 所以基督徒的灵修很重要 我们不要二手资料 我们要当下 你读经圣灵的感动 因着你的成长环境 各方面的不同 也许在认识上 会跟人家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同时这一位 你主观的经验 跟我主观的经验的认识 也许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角度 但直指这位 绝对本体的 绝对客观真理的那一位上帝 所以我们要做见证 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 你不能抄别人的见证 说这是我的见证 对不对 而我在讲福音的时候 传福音的时候 你讲的 我讲的同感一灵 因为圣经讲的福音 这位耶稣基督是客观的真理 而且是一样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做见证 传福音 做见证 讲你主观的经历领受 但是传福音 是一个绝对真理的一个呈现 加起来 我们就能够准确的 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认识神 最重要的从神的话语出发 如果你要认识鬼 你要看电影吗 看聊斋吗 那些鬼怪故事吗 那都是恶者的欺骗 只有读圣经 你才会准确的认识鬼 原来是堕落的天使 而且你在看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 真正的鬼故事哪一本 有人开玩笑 鬼故事好像变成结婚手册 不是 真正的鬼故事是圣经 你说鬼故事 对 因为圣经才讲到真的鬼 他告诉你来源 他告诉你他做什么 他告诉你如何欺骗 他告诉你他的结局 当然圣经的主角不是讲鬼 但是真正的 当然是讲耶稣基督 所以我说我们对圣经 一个准确的认识 基督是主 新约呢 我们就告诉他 耶稣快来了 因为有一个弥赛亚神 已经为我们预备 到了新约呢 就约是弥赛亚快来了 到了新约呢 基督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 再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地毯式的 有深度的 有系统的 来对神话语的认识 来准确的认识基督 所以你要认识神吗 从这本圣经 认识鬼吗 从这本圣经 你要准确的认识人吗 你可以从心理学 你可以从各样的学问 但是不够完整 一定要拉回到圣经 告诉我们 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样式 只是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人如何恢复 那个回家的一个过程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助 我们就恢复 那生命的意义 恢复那个目的 恢复那个荣耀性 为的是荣耀上帝 所以你要 还有认识教会吗 你要透过圣经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教会的建造 整本圣经 就是我们的生活手册 所以感谢主 所以在这里 我也分享一下 我个人学问的系统 我从真善美圣出发 带出整个的三经主义 精确 精致 精彩 真是真理 从圣经的根据 带来善的呈现 善是道德 我们讲道德 道德两个就联合 联的讲 其实 德的基础带道 道的发展是德 所以道德 道是根本 从真理出发 我们才会发展出 自己的德的部分 那是善的呈现 美是生活的美学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在乎那个真理的部分 在乎那个善道德的呈现 可是我们生活好苦 好严肃 不够美 所以我也期待 发展出的生活美学 上帝给我们的美 是不要钱的 这个遭阳 对不对 夕阳 你看到山看到海 在这个城市文明里面 生活久了 看到山看到海 你的心就开了 因为人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的 人是属于泥土的 不然上帝创造的伊甸园 都是高楼大厦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创造我们 是跟这个自然整个连结的 但我们不是其中的一环 好像食物链 我们是管家 所以我对达尔文的一个学说 我要做一个修正 大胆地从圣经的角度 要来批判的 人不是食物链中的一环 人要跳出食物链 人是管家 因为大鱼吃小鱼 这是人犯罪的结果 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真理 而这真理是有力道的 这真理是可以让我们回到起初神 创造世界那个美好 神的管理权就赋予我们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一个好管家 所以感谢主 从真善美 再来归荣耀给他胜的成全 所以精确 一定要从神话语出来 精致精彩 那人生是不留白的 所以感谢主 那我们讲到这位基督的认识 当以色列亡国之后 整个的以色列百姓 散居在四个地方 有的在亚历山大 当时的学术中心 有的在巴比伦 这是被鲁的百姓所居住的一个地方 也发展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 还有散居在犹太 在希腊各地 一些地方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成为流浪者 在各个地方 但是他们也在等待 旧约所讲的弥赛亚 最后是在本地本乡 发展出文士法利赛人的说法 不管这世派对耶稣的认识 再来的弥赛亚 基督用什么样子的看法 但都是根据当时塔勒木 的一个旧约传统 而以为 以为说耶稣来 他是一个军事上的王 政治上的王 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 恢复大卫倒塌的帐木 当然那个民族主义 因为王国了嘛 不得不会有这个盲点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读经的时候 如果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们会把神的话读偏的 读偏完全读成相反的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耶稣 怎么这样子的羞耻 居然是被定十字架的 这个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政治的权利 军事的权利 而且不主动来对抗当时的罗马政权 所以对他们这些 文士法利赛人或各地的宗教的领袖来讲 耶稣不是弥赛亚 甚至会很气 像保罗当时的扫罗一样 怎么会是你是基督呢 对不对 你是基督 你怎么会受难受死呢 而且我们的百姓这么的无知 跟随着说会复活的这位耶稣 他是什么力量都没有的 是羞耻跟罪犯同定十字架的 所以当时的扫罗弃绝他 当时的大祭司弃绝他